第九十五章,雷刀第三重,经历大起大落后,却进入心境如止水的状态,心境就仿佛那透彻的水晶一般,至少这一刻是如此的。 没有丝毫杂念,全身心投入到炼刀上。 嗯,罗锋练了一会儿,就站在那皱眉苦思,时而比划两下,之后又继续炼刀,再停下思索,再炼刀。 这种感觉,就仿佛当初罗锋上学的时候,做数学题一样。 一道很难的数学题,需要通过一个个方向,以至条件去推理,不断地完善修正方向,直至做好一道题。 高考的数学大题目都很难,一些难题目,平常做的时候,甚至于花费一两个小时,都做不出来。 而罗锋现在就仿佛在做题,同样的心态,不断去研究刀法。 不过和当初不同的是,罗锋这一刻的心境前所未有的空灵,对身体细微处的把握控制和大脑运转速度,都比平常时候强上大多。 一夜的苦休,第二天上午,依旧苦休。 第二天下午,罗锋抱着血影战刀,在阳台上苦思冥想,做了三个小时。 随后罗锋继续研究刀法,忘记了吃饭,忘记了天价悬赏,忘记了疑神疑鬼。 第二天夜晚,这栋高层住宅楼的八楼昏暗的大厅中,罗锋不断地一次次移动并且挥刀。 刀光冰寒,洞彻人心灵。 呼,也不知道是递多少次挥刀了,只见血影战刀紧紧移动,顿时一道寒光在整个大厅内亮起,隐隐悠有着一丝奇异的波动,宛如一道闪电霹雳,扑扑,空气竟然产生奇异的冲击波式的音爆声。 嗯,罗锋瞪大眼睛,愣住了。 成了,我竟然成了,九重雷刀第三重,竟然变成了。 罗锋拨动地忍不住发出一声肆意尽情的吼叫声。 雷刀第三重,竟然在天价悬赏刚刚公开后不久,修炼成了。 这九重雷刀,一层比一层难,我修炼第二重成功不久,没想到就修炼成第三重。 罗锋露出一丝笑容,的确得感谢一下李威父母。 如果李威的母亲,纳维妮娜,波莱纳斯知道是这个结果,恐怕晦气的吐血。 九重雷刀,一重比一重难。 放眼全球,如今炼出第九重的,也仅仅只有雷神一人而已。 须知,这套究极功法是很变态的。 第三重,就是实力达到之前的2.8倍。 罗锋身体素质现在是资深高级战士2.8倍下,他的攻击力却能媲美终极战将。 2.8倍啊! 要知道,一个级别也才两倍左右的差距。 我的一刀,蕴含四重暗进,威力媲美终极战将。 如果精神念力辅助在血影战刀上,给战刀平添第五重,第六重力道,恐怕一刀媲美资深高等战将。 罗锋很清楚精神念力的威力,精神念力和本身力量攻击力结合,威力更惊人。 惊喜,天价悬赏带来的意外惊喜。 天价悬赏带给罗锋的压力的确非常大,有的人在压力下惶恐终日,乃至于崩溃掉。 可是还有些人,在压力下反而更加努力拼命,进步的速度更加惊人。 罗锋就获得了进步。 我还得感谢李威的父母。 罗锋脸上满是喜色,那天价悬赏的确让我心深处,自生出一丝惊慌,总感觉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出卖我,疑神疑鬼。 幸好和徐欣聊天,心情变得愉悦,大起大落,竟然让我能极度冷静。 心如止水,也就是说,无丝毫杂念。 这种极度冷静,心境通透的状态是很难长期保持的。 一般人在生死间,或是在危急关头,会偶尔进入这种极度冷静状态,这个时候人的实力会超常发挥。 像罗锋当初在加勒福超市外面对数百头兽将级怪兽围攻,就是在短短1.2秒内的绝对冷静下,无丝毫杂念下,才逃了出去。 可是这种状态,仅仅保持那一两秒钟而已。 不过这次罗锋心态的大起大落,确实让他陷入那种状态超过20个小时。 这20小时的极度冷静下,一心琢磨刀法,竟然一口气研究出了九重雷刀第三重。 最后,因为研究成功的狂喜,才让脱离了那种心如止水的心境。 天家玄赏的确很容易影响人心态,让我疑神疑鬼。 按照历史书上写的,任何一个古代王朝的没落,大多都是因为皇帝开始怀疑手下大臣,疑心病太重,才会导致王朝没落。 罗锋心理素质也提高了一个层次,天家玄赏对他影响也小很多。 队长他们根本没证据,没十足证据,自然拿不到玄赏金。 拿不到玄赏金,谁傻傻地去举报。 罗锋耳朵微微一动,立即冲到阳台上朝下面看去,只见这栋住宅楼楼下,有数十头怪兽聚集了过来。 罗锋一震,随即笑了,看来,我刚才第三重炼成兴奋的一声大吼,吸引了不少怪兽过来。 现在就走,回基地市。 当即罗锋背上背包,战刀,盾牌,直接从八楼的阳台,一个闪电般飞跃,直接落到前方的一座三层独栋别墅的天台上,随后一晃眼就完全消失不见。 火车站 火车站永远是最热闹,人流量最夸张的地方,那沸腾吵杂的声音传播开来。 长长的列车缓缓地驶入车站内,随后那杀住列车车轮的刺耳声音响起,随着列车车门打开,大量乘客余贯地驶了下来。 基地市,才是家。 罗锋走下列车车门,笑看了周围一眼。 回家。乘坐极限舞馆的专车在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,罗锋回到了明月小区。 小区中还是和过去一样,那般的宁静。 罗锋透过车窗,看到小区中得不少居民们在散步闲聊,悠闲得很。 第一,车停在极限会馆门口。 罗锋打开车门走了出来,只见极限会馆门口站着一大群人,有不少舞者和他们的家眷,甚至于连火锤小队其他几人都在这儿,当然自己的父母弟弟也在。 小峰。 罗红国,龚新兰夫妇二人不由喊道。 哥。 罗华一脸喜色。 罗锋。 锋长。 不少舞者们也热情喊道。 队长,你们也来了。 罗锋惊讶笑着道,队长高峰,魏台,魏青都笑了。 高峰笑道,你电话里不是说这两天回来,反正我们几个也要一起商量处理那些怪兽材料,更何况也好久没看老张了,一起过来几个兄弟好好聊聊。 罗锋笑着点头,队长,回头今晚我跟你们聊聊,我现在先回去摁。 高峰笑着点点头,目送着罗锋离去,心中存到。 看罗锋的脸色神态,似乎整个人都比较开心轻松,没有一点精神压力大的样子。 估计,凶手真的不是他。 高峰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态。 他忍不住查探,想要知道罗锋是不是凶手,毕竟一千亿太吸引人。 或许,他不希望罗锋是凶手,这样他就心安理得,无需受一千亿诱惑。 能有几个人,在天价悬赏下还能不担心,反而心情很好。 至少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,很难做到这一步的。 高峰摇摇头,算了,不胡思乱想了。 高峰必须承认,在这巨额赏金面前,他也有些心乱了。 走,搁几个,去喝一杯。 高峰喊道,走。 哈哈,一起去。 火锤小队的队员,包括断臂的张科,一起步入会馆。 唯有罗锋此刻在家里。 罗锋家中二楼。 刚刚回家,罗锋就将藏有龙弹、作战符、保健的背包给放进自己的卧室保险柜内, 其实就算放在卧室地面上,也没人会偷走。 因为这里是极限武馆的武者小区,还没有什么人敢来这偷东西。 毫无疑问,李威父母拥有查探周围一代武者的特权, 以023城市边缘一代集结的武者数量,恐怕他们搜查到成百上千的武者。 我只是其中之一,我被怀疑程度极低。 李威父母既然已经怀疑精神念诗, 恐怕也会查探被他们怀疑武者的账户内有多少钱。 所以,从现在开始,我赚取的一些大数额金钱, 不能放进我的实名银行账户, 应该放进不记名账户内。 现如今,全世界办理不记名账户的有不少银行, 这种账户是不管开户人是谁的, 只需要设定的一些密码等等正确就可以取走金钱。 一,巨额金钱放入不记名账号。 二,我精神念诗身份不到一定时候,绝对不能公开。 三,我杀李威的事情,不告诉任何一个人。 四,龙蛋,战神作战符等等卖出的事情, 也不告诉任何一个人,包括亲人。 罗锋很清楚,千里之低溃于乙学, 很多时候就可能因为一些小事完蛋, 所以在自己没有足够实力和纳突救, 毒蝎夫妇二人正面对抗前,绝对不能暴露。 拥有数亿,数十亿, 对一名战将级武者而言, 是很多,可是却算不上夸张。 可是,如果银行账户一次性多上过百亿, 突救里药和毒蝎维尼娜、波莱纳斯怎么可能不怀疑? 要知道,H2联盟掌控世界超过一半经济, 国外的很多大银行都是H2联盟旗下, 以他们的特权, 完全可以通过全世界银行联网的功能查出罗锋的财富。 只有不记名账户才最安全。 连银行本身都不知道客户是谁, 更别说去查了。 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明面上的实力, 所以,我最好得先购买九重雷刀更深层次的秘籍。 罗锋微微点头, 这时候旁边的手机电话响了。 喂,罗锋,好了没有? 好了,我就来。 罗锋笑着道, 我们就在会馆这边一楼酒吧这, 你过来吧。 挂了电话, 罗锋就朝小区内的极限会馆走去。